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特别宣布 6月27号要与南加州桥界共同举办 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招待会 帮助大家了解香港也支持香港 欢迎华人华侨共襄盛举 中国中央政府切实履行了对香港的承诺 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那么这个20年香港发展的历史进程 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孙鲁山表示 中国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 为了迎接香港回归20周年 将要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借此来呼吁新一代的香港人 一国两制是最符合国家利益 也符合香港情况 以及最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